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每次咱们在看转播的时候一定要想着有这样的幕后英雄 另外一位林一鹏也是幕后英雄 这是我们中央电视台报道了两届冬奥会两届夏奥会电视导演 其实说起体育转播来大家肯定会有一度的话想说 也会经常进行一些对比谁说的好谁说的不好 但是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忽略的就是什么样的技术在支撑着我们 体操系统在奥运会的转播上属于A类的赛事 A类赛事就是在奥运会的转播中一共有三种 一个是游泳赛事 然后一个是田径赛事 还有一个就是体操的转播 这都是在奥运会上公认的最难的 这一场是伦敦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跳马的决赛 罗马尼亚的选手伊斯巴萨 他也是这届跳马的冠军 这套系统就是360度全景的慢动作回放系统 这在伦敦奥运会是首次进入这个电视信号制作系统的一项技术 就在空中你可以看到 他在空中利用这个摄像机镜头的这种一味变化 让观众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到 而且看到的是慢动作 看到的是他腾空的那一瞬间的这个三维的状况 这个不仅能够让观众就是更好的欣赏比赛解析比赛 也可以让就是更加专业的观众去看清他的动作 他空中的这个完美的体态和他这个空中的完成度 其实像看这样的体操比赛 通过电视看体操比赛的直播 比在现场看直播的这些观众 这个画面 看的细节丰富多了 我们可以再从头欣赏一遍啊 这个学名啊 就是360度全景慢动作回方系统 但是他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外号 我们有说经常提到的叫子弹时间 就是提到的就是这个 就是从亥克帝国这个电影过来的 我们观众看到这个 这个最早看到这个就是亥克帝国 而且当时的那个画面给大家的冲击力非常大 一发子弹从枪膛上打出去 在空中静止 然后看到了他和被打的这个 这个主人公的这个相互之间的关系 用一个360度的这个镜头来描述 在那以后呢 就大量的应用在广告啊 各种电影的这个这个拍摄中 对啊 像咱们现在一般电视也用 对 但是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子弹时间 有一个它的难度在于直播 如果这东西 在前期像我们拍电影 包括像您拍专题啊 纪录片的时候 它是可以在后期进行 对对 真的加工和比对和处理的 但是它的难度呢 在这个体操里面的难度 就是用于直播 要实时 实时的拍下来 而且瞬间就要给大家进行这个重放 那这个它处理 对于这个技术人员 它的难度就相当大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摆放的这个位置 就安装的环境 要比我们自己拍广告啊 拍电影要难得多 因为那时候都是我们自己 要营造的环境 这个呢我们是要在赛场里面 而且呢要和重台系统 要躲过观众 不打不能阻挡观众 还要躲过这个裁判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营造一个360度拍摄的 这么一个环境 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十多年前 在电影当中的高科技的 所谓的镜头表现 是摆一堆机器 就那个时候看到的 就像一个夸半圆形的 一堆机器拼在一起 就是像一个表盘摆在你面前 每个刻度上都是摄像头 而且这个可以通过很长时间 它没有时间的需求 它可以慢慢制作 它可以慢慢制作 而且拍的时候可以拍很多遍 在这个奥运会的项目上 一把就过 不允许重来 你有十分钟制作时间 这比赛就结束了 所以要求时间非常短暂 我感觉就是现在发展这种技术的很多 但是真的像你们几位所说的 到了体育转播时候 受到场地的限制 受到不影响运动员的限制 具体的体育规则的限制 可能要想完成 反而比拍电影拍电视 更难许多了 有好多特种设备 实际上是在电影 以前的电影的基础上 移植过来的 但是呢 一定要在这个电视的应用中 尤其在直播中 需要做一些改进 然后来满足这个直播的应用 那你像轮动运动用的这套系统 360度全景慢动作回放 它用了多少个机位 我们观察它大概用了五个 五个机位 那不是很多啊 所以我们仔细看它这个画面呢 是跟我们 你们常规用子弹时间是不一样的 它第一个启动的机位 和结束的机位 是两个两组图像 然后中间呢 是三组静止画面 进行的这种混合 但是你看到 它在运动过程中 它的背景 实际上是被置换了的 你可以仔细看 它的背景 不是每一个摄像机的背景 而是一个摄像机背景 在做了一个替代 人呢 是在 是被抠像出来的 人是被 从这个背景中抠出来 做了一个处理 为什么呢 由于 我认为 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 布置那么多的摄像机 你仔细看 背景 背景换了 背景在那一瞬间 已经变成了一个 另一个背景 就是实际上还是一个环境 但不是那一刹那的 它就是为了 要把这个人 从这里面 从这个画面里面 提取出来 由于它不能布置 那么多的摄像机 又要给观众 有一个这样的立体的感觉 它中间实际上 这三个摄像机 它要做一个全景的 一个运动 它要做后期的 做软件进行运算 把三个或者四个竞争画面 进行一个统一的运算 那这时候呢 它就要把背景和人体 人单独分离出来 就处理 你看这个 它实际上 在观众如果仔细看 这个画面实际上是分离的 是我们的背景 是一个运动体系 然后人呢 实际上是另一个运动体系 它在后端用了 大量的数学处理 和图像运算 让观众感觉到 它是一个旋转的 这么一个空间 但主要问题 主要可能它没有做到 像我们在海克帝国看到的 包括你们做到那么精细呢 还是跟它在现场 难与布置有关系 布置难度非常高 海克帝国呢 我们记得 刚开始推出这个技术时候 有过详细的报道 那个感觉呢 就像过去那个所谓的 管风琴的火枪一样 啪啪啪啪啪 一堆照相机 紧密的还在一起 当时我记得用的是 尼康照相机一圈 对一圈 这个呢 由于它环境不允许 它不可能在一个比赛现场 布置那么多的机位 让你看到那么多的 这个摄像机的架子 这样可能 我估计仲台系统 也不会允许它来用 那最说它可能用了一些 这个兼容的手段 尽可能少的放摄像机 又能够给观众 这种这个立体效果 对这个体育比赛来说 运动比赛 运动员都是最重要的 而不会因为拍摄 或电视转播去影响运动员 所以这对技术难度上来说 就提高了 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要求 你首先要尊重体育赛事本身 那对于包括比赛的仲裁裁判 包括观众 所有的一切都要保证运动员 其实在这点来讲 在友好运动会当中 我们中国不是也曾经有过 运动员受伤的这种潜力 就是因为在跳马比赛里边 一个裁判从前面一走过 突然这一晃 所以就出现了受伤的情况 那在这点来讲 应该说呢 从奥运会当中 电视这各种镜头设置 我觉得它绝对是高科技了 最新的高科技 但是呢 也要考虑到观众 考虑到裁判 同时最终还是为了 确保彼此的安全 比赛现场里面增加设备 增加摄像机 调换机位是非常谨慎的一个事情 因为空中转体有的时候 它这个腿的分叉 它就能直接影响它的分值 那这个镜头就很容易看到 它的腿并得很直 没有分叉 那有的时候观众会问 这个人动作很好 落地也没碰 怎么分比它低 那其实这些我们设置的这些 专门设置这些机位 实际上就是为了解释 它的这个成绩 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那像这个技术 是所有的项目都用用过吗 到目前为止 轮端会只有这个跳马项目 体操大象的跳马项目里边 应用了这个技术 别的为什么不用呢 因为这项技术 对于转播来说 它难度很大 而且在跳马运动 因为它是体操项目 它速度非常快 它的这个得分和扣分 只差那个一瞬间 比如咱们再可以看到 刚才的那个全景的 那个慢动作回放系统 它的动作 它的扣分 有可能它的腿正直 躯干完全正直 是不扣分的 如果偏离15度 是扣0.2 偏离30度 是扣多少分 所以就是如果 用普通的慢动作的话 这个项目 我们有可能看不清 它具体扣多少分 但是用这个360度全景 慢动作回放系统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 看到它的腿 大概弯曲了多少度 会知道它这个扣分 扣了多少 它在跳马项目应用 是非常的 就是物尽其用 可以这么说 那像这样的镜头 等于是寄给我们看 也给裁判看吗 裁判会参考 裁判不会 像专业的裁判 他会在跳的瞬间 他会判定运动员的完成情况 这个主要是 给咱们观众再次欣赏 给咱们解说员再次欣赏 现在的体操和过去相比 还有一点不同 就是过去体操呢 由于以前 不是像现在这种数字技术 虚拟技术 电视表现力来讲 不像今天这么充分 同时呢 从过去来讲 电视镜头来讲 也不像今天这么丰富 看看当年88年的汉城奥运会 当时叫汉城 今天叫首尔 那届奥运会 楼云获得男子跳马比赛冠军 蝉联这个冠军的场面 镜头交代来讲 很简单 当时围绕着一个跳马比赛 电视镜头 可能也就用个四五台机器就够了 但现在你可以看到 不光有360度的这个慢动作 全景回放 而且还有顶拍的机器 还有纵向的大背头的镜头 而且还有侧面的 他很多方面来表现 这样帮助观众更多的来理解 同时由于技术上表现得更加的细致 所以反而给现在的裁判 甚至给解说员都提供了很大的难度 就你要求你必须要公正无误的去判法 过去镜头可能表现不了这么充分 你判错了就判错了 但今天来讲就到细致入围 尤其像奥运会这样高规格的比赛 就更是如此 这场比赛是2014年广西南宁的体操世界锦标赛 是咱们中央台的信号制作队友做的 这场比赛是从内容上说 它是一场非常经典的体操比赛 是一场逆转比赛 中国队和日本队争金的比赛 中国队在资格赛是以资格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决赛的 日本队是以资格赛第二的成绩进入决赛的 所以说中国队跟日本队同时分在了一块场地上进行比赛 到最后一轮的时候非常的关键 日本队先比 三个队员比完了之后 中国队的三个队员比 直到比到最后一个人张成龙的时候 我们算了一下 张成龙必须要拿到15.866以上的高分 中国队才能最后超过日本队 他就是为了这个单杠而比的 但是15.866的分在体操单杠项目上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分 张成龙也很少拿到15.866以上的分 但是这一套最后的一套动作 全场最后一个人 最后一个动作 张成龙表现得非常的棒 就是如有神助 对 他挺住了巨大的压力 非常的棒 完美无缺 非常的棒 中国队最后张成龙拿了15.9分 最后超过了日本队0.1分 实现了惊天大逆转 惊天大逆转 这场比赛 极其微弱的优势 这上面已经打出来了 单杠上必须拿到15.866以上的分数 才能夺冠 据说在体操比赛当中 最难的转播就是团体比赛是吗 是的 团体比赛是最难的 领导给说说为啥难 这个就是体操的场地 自由操 安马 吊环 跳马 双杠和单杠 这是男子体操的场地 资格赛的一二名在这 三四名在这 五六名在这 七八名在这 然后这样的话是同时场地都有比赛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场地的一项比赛 但其实呢 这个比赛呢是在六块场地同时开始的比赛 所以说我们的对于这个比赛的节奏的把控和对于比赛的取舍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评判 你转播好坏的一个标准 比如说中国队 日本队 韩国队都在这个比赛场地比赛 如果你转播中国队 你一定错过了那五场 那五块场地的比赛 所以说我们这个制作比赛还要保证公平公正 每个队伍都要给到 每个关键的人都要给到 每个队伍核心的人物都要给到 而且每个队伍在争金牌银牌的时候 又会出现好多种情况 你的取舍是非常困难的 就像刚才韩老师所说的 可能正说了这场呢 然后你那边告诉他 韩老师我现在给你 他日日另外一个队的信息 这个队正在进行女子生什么比赛 对吧韩老师 其实在这里来讲 就是我们在导演旁边 还会有这个相关的技术顾问 所谓技术顾问就是 实际上是体操业内的大咖呀 他对于运动员 对于体操的这种规律特点 包括整个战局的发展 都非常熟悉了解 实际上我们在从技术理解上 技术角度上看 体操的这个整个系统的架构 和我们平常的电视转播 就是体育转播也是完全不一样 平常转播 哪怕我们再难 比如一场国际性的 什么足球啊篮球啊 它就是一个切换系统 而这个体操是完全不一样的 刚才一峰说 我们在这个男团的时候 可能六个台子同时在赛 那这时候怎么能够 实际上我们的出口只有一个 观众只能看到这个 最终的一个比赛 一个是导演要发觉他的智慧 要选择到底让观众看到那个 那这时候他们就要用这个 讲故事的方法 来调动这六个台子的信号 来进行这个交叉的这种 这种这个转播 而且要同时把六个台子 信号要单独的都要记录下来 包括这些慢动作都记录下来 在这个比赛的间隙 把好的运动员的成绩 把好的运动员的这个比赛的画面 也要送给观众 虽然观众坐在家里 看到了一个信号 但实际上六个台子都同时在制作 那如果你在现场 你只能看到一个台子 那可是如果是我们的这个电视转播 尤其是公共信号制作团队 如果把它做好的话 那个那个另一个运动员的信号 也会被呈现 我们可能我们的硬盘路上机 会把那一个涮肩录下来 然后在这个中间的穿插的过程中 他们转场的过程中 把这个把这些画面就 就放在里面给大家重放 也是啊 如果到现场去看体操的话 因为我从来没看过 同一个场地里面六场比赛 这眼睛真的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到底看谁 所以中国导演就要替你讲这个故事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在单位时间之内 有限的时间之内 作为电视导演来讲 帮你选择最精彩的画面 最好的内容 然后呢给 这是超高速的画面 这个也是可以看到运动员 躯干直不直 可以完美的看到这个 运动员的完成程度 这个和上次我们所谈到的 这个游泳项目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像跳水呢 它在空中啊 而且呢有这个水上的一些动作 浪花 但是在陆地上完成的体操 坦实来讲就是要给予年的细节 要非常的清晰 而且不能有任何镜头的虚 而且它周边的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可以陪衬包装你 所以这让观众就一目了然 这对电视镜头来讲要求就更高 对 而且通过半分座的镜头的分析呢 这个观众呢 也更能够容易看懂这个体操比赛 也更容易能够了解体操的这个竞技的这个美在美的所在 当才这个镜头就是运动员纵向从这个起跑端出发 然后到码头 然后在空中的动作完成 到最后落地 可以看到呢 就运动员面部的特写 甚至于呢 运动员的呼吸和脸部肌肉这种颤动 都能看到 这个在过去是决难完成的 在当年楼云那个时代 只能够有一个侧面包着楼云跑步的全景 然后呢再到码头这一端呢 有一个侧面啊 脚拳的将军员包住 说要反映运动员完全的面部特征的这样的镜头 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个是镜头倍率不够 再一个呢 从镜头表现力来讲呢 远不像今天这种数字镜头 能够达到这样的细节 因为我过去老听说啊 就是运动员比赛完了之后 可能会拿本场的录像呢 回去作为一个动作分析来具体的看 那么研判 那么是不是在现有的条件之下 他也能够给运动员调整自己的技术 带来很大的便利呢 那是一定的 其实在这里来讲呢 每次大型运动会结束以后 作为体育总局 体操中心啊 游泳中心啊 都是和我们来要这个比赛的录像带 那张老师还得麻烦您给我们观众来解释一下 高速摄像机和超高速摄像机都是什么意思 好 刚才大家就在这个观众们在这个画面里面也看到了 好多我们在运动员实际现场比赛以后 马上我们放了好多这个慢动作的这个图像 但是有的图像我们让观众会很惊议呢 那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非常清晰 你看他这个眉粉在空中那个飘散的这个动作都很清晰 但是这画面怎么得到呢 就是用我们这个超高速摄像机来拍摄完成 可能稍有一点这个电视 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PARG电视 这25帧的这种方式 然后用这种方式呢 然后观众看到的画面就是一个连续的 但是一秒钟25帧呢 我们正常的看到正常的拍摄和正常的重放呢 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一个比较平滑的 可是在以前我们如果拿这个25帧的画面去放 作为慢动作来重放 那他可能我一秒钟 比如我一秒钟的画面 我可能就要把它比如我放慢 我放变成两秒钟来重放 让观众看得更清楚一点 可是我只有25帧画面 那这时候一秒钟 我们观众就只能看到12帧 如果要放三秒 那可能就是更少 那这时候看到观众看到的慢动作画面 就会是一帧一帧的 这种间隔的这种运动 那他包括每帧之间的运动细节呢 也就没有了 因为我并没有拍到 那这时候我们看到慢动作就不平滑 我们讲的就不平滑 那后来我们就有这种新的这个电视技术 我们的摄像机一秒钟 有的摄像机可以拍到1000帧 甚至1万帧的这个高速 就是我虽然是一秒钟 但是我记录了1000个这样的画面 如果我要把这个1000画面 用这个还用25帧的这个速度来重放的时候 那他的每一帧之间的这个间隔就很小 然后细节就很详细 那这就实现了这个平滑的超高速慢动作的这种重放 基本的这个简单的原理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刚才其实还有一个镜头可以看到 就是在运动员纵向跑道的上方 就是头顶上面 置顶的这样一个摄像镜头 拍出运动员比赛的画面 就是他呢最后落地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明显的落偏了 没有在应该的区域之内 而且这个给观众放这个镜头 实际上就是让大家看到这个运动员 你可以看到就这个镜头 对 顶制摄像机 对 顶制摄像机 它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看运动员 它的这个纵向的位移 如果它移动到边上了 它是要扣分的 扣到完成分 你看像这样 它踩到边线了 会扣它的完成分 用那个顶制的摄像机 顶制的遥控摄像机 会非常清晰的看到它的纵向的位移 中间那条红线就是中轴线 嗯 它已经偏了 这样让观众呢 帮着观众一起共同看到 哦 这个女人 动作在哪些方面有失误 哪些方面做的不规范 对 然后这样的裁片 为什么扣你的分 它实际上是帮着大家一起 共同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这个是让观众从更加专业的角度 去看这个比赛 去欣赏这个比赛 这个角度是最专业 能看到它的位移和它的出界 嗯 啊 我说实话 我只是觉得多增加几个机位 多增加点镜头 转播好看啊 没想到这里面 今天还真是长学问了啊 这还能看出 它的动作完成的好不好 啊 踩到那个红边上就算是不好 对 是的 踩到中间是最完美的 从它腾空起手 就它因为做前手翻嘛 一上 没有上气息之前 你可以看到 它就已经偏了 嗯 它上了起手就偏 你可能最后落地 怎么可能能落得正呢 对 所以原因 大家一看哦 原来是这样 再加上解说员 给你在一旁白 一介绍 你能看 好 那么这一集当中呢 我们通过体操比赛呢 也了解了一些啊 在现代的这种体育赛事 转播当中的必备的技术 希望呢 通过了解了这些技术之后啊 在我们看奥运比赛的时候呢 能有不一样的心得 好 感谢三位老师 现在欢迎你们继续回到巴西 李乐生内录 去做好我们今天的转播啊 我们继续在家里 好好的欣赏奥运 田径项目是奥运金牌 数量最多的比赛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看比赛 幕后工作者们 用了哪些特殊手段 欢迎收看系列节目 并眼看奥运